所以有时候这种淘化性人格是巨大的自我克制 看起来还蛮有定力、意志力 但实际上是一种归根到底 是一种弱者的通信 所以后来为什么很多人过到后面越过越没进 越过越没有个性 就是在一路淘化过来 一个好的人生绝对不是在淘化中实现 而是在坚持中 在探讨、探索中 在对问题的打开 大家好,我是梁永安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 就是淘化性人格 为什么会想起聊这个呢 就是2024年 就是电影春节党 它的票房冠军是热辣滚烫 就是蒋英演的这么一个女性的故事 就这个女主角呢 她最大的特点 就是人很善 然后生活里边呢 不善于拒绝 但是很多观众呢 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就有一种内心里边的感叹 就是说自己实际上 在不同的程度上 也是一种这样的 讨好性的人格 那我们一般从定义上看 我们的通常的认知里边 就讨好性的人格呢 它就是一味的顺应别人 让别人呢 心里很爽快 但是呢 就自己呢 就变成一个几乎不存在 或者说自己就变成一种 去为别人的喜欢 为别人的高兴 而存在的 这样的一种工具化的论 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里边 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有 讨好性人格的影响 或者自己就是一个讨好性的人格 如果觉得是 那请扣一 如果觉得不是 那么请扣二 也欢迎大家把一些关于这个问题呢 一些感想想法 来一起分享 首先一点呢 可以这么说 其实我们的很多有 讨好性人格的人 其实很善良 这是一个对世界有一个美好的期待 也有个美好的定义 就觉得这个世界要冲突越少又好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这样的人呢 人性的善良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就怕别人难过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种方式 自己的一种性情内部 就希望对方高兴 就希望对方不要那么难 所以就有这么一个心理 它是把利他性放在首位 其实就是一种条件反射一样的性格特点 所以你说这样的话 其实是很好 但是这里面就有个大问题了 就是可能这样的人 他在社会生活里面 他对那个社会的生存的体验 对社会的这种内在的丰富性 甚至是复杂性的体验 往往很低 因为他就活在这个一个很润滑的 这么一个形式里面 一个甚至说是个表面里面 因为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它有个特点 就是有一些人的深度的相互理解 它是在冲突里面实现的 德国思想家哈勒马斯 他讲人类的经往行为里面 他就觉得人类其实最好的一种社会关系 实际上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对方他要表达自己 表达的是跟你不同的东西 而这个不同往往来自他的经验 所以先倾听 你要先听对方表达 然后同事呢 然后你再表达你 然后两个人最后达成的是什么呢 是共识 不是单方面的实现 所以这是人类进步 就彼此放大 彼此呢 推动 是一个不同的经验 不同的事实交汇在一起 然后形成了一个新的认知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人 他的一个交往行为的价值 但如果说是一个 好好的人格呢 尽管人性很善 我们换句中国就是通俗的来说 老好人 这么一个状态的话 就是人和人那种交往的 那种方式啊 那些冲突里面可以释放出来的东西 就没有了 所以这是很可惜的 就是说你一辈子活得非常非常的 哇 表面 甚至可以说是肤浅 那么从这个角度看 其实他会有人格 也回避了很多东西 就是回避了生活里面 更加复杂 更有生命力 更有深度价值的东西 因为人类生活确实是千差万比 我们要证实这个千差万比 差别就是不同 不同就有冲突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电视剧《亮剑》 这亮剑里面你看 里面那个团政委赵刚 跟团长李荣龙 一个是大学出生 燕京大学毕业的 那李荣龙是个泥腿子 就是在一个农民出生 所以你看赵刚和他两个人在一起 一开始你看就差别很大了 然后李荣龙又看不惯他等等 但是正是因为他们有这种差异 所以在这个带领一个团的时候 他们这个互相之间一开始 就有很多很多争吵 但是争吵呢 相反两个人那种抗战中的那种巨大的勇气去战斗 所以有这么一个共同方向 所以两个人你看几乎变成铁格文 一生的执教 所以我们说冲突啊 实际上让人写得更本色 然后呢让我们的生存更真实 然后你在这个冲突里面呢 形成更大的胸怀 然后形成更宽阔的 这么一个对人的认识 友谊的体会 他和这些人格呢 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对人际关系呢 特别有一种完美主义 希望自己呢 受大家欢迎 那这个人格 其实呢 生活里面很累啊 就压力很大 因为人群的标准是那么多样啊 甚至是变化多端 那么你要不断的有个什么呢 就是不断的有一个变形剂 不断的有一种自我调整 现在很多人就是一辈子活在自己制造的问题里面 所以说会有时候就带着一些表演性 还是希望自己能够融入到不同的人群里 所以这种目的 这种自我的这样的追求 本质上说给自己身上压了一座大山 所以你看那个斯托夫人写的那个汤姆叔叔的小屋 你看那个汤姆这么一个老 已经是将近老年的这么一个黑奴 他就为了 哎呀就显得非常神明 然后呢就是对主人啊 对什么都希望大家 都喜欢他 所以好像是一个非常楷模的一个 哇一个人格一个人性 在世界上呢 结果怎么样呢 奴隶之的恶就毫无阻力的在他身上切过 把他榨干他的各种生命能力 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在生活里面确实是应该有灵有脚 我们不是让所有的人去满意而去做 所以我们自己有鲜明的个性 有鲜明的这种对于事物的判断 换句话说 也就是说我们也活在我们自己的特性 文不恨的适应所有的情景 所以也不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遇到所有的人 我们都要让他很喜欢 然后我们自己展示的特别完美 特别的完美 所以就是这样 你看那个德国作家黑赛 他写的婚约里面也是 那里面那个小伙子爱上一个小姑娘 尽量让自己表现的特别的美好 让大家都喜欢他 然后他靠近这个姑娘 所以到了郊游的时候 哇 那个大家故意搞笑他 把他举起来 让他抓着一个橡树 高高的吊着 说是吊一会儿 看他能坚持多久 然后把他接下来 那他为了让大家高兴 觉得自己很有勇气 蹦的就吊上去 最后大家都不管他 吊在那里可音巴巴 最后一下子摔起来 回身摔得那么伤痛 所以人都是有极限的 完美主义就忽略了这一点 以为自己可以 这个特别的 无所不在的美好 这是不一样的 也是不可能 所以这是一点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我们 中国我们自身的大文化里面 我们长期的农业 是这个人 是我们文化的核心 那么人呢 基本的一个东西呢 就像孔子所说 就是爱人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其实呢 我们形成一个非常坚固的 这样一种思维的 或者说我们的一个生命的理念 生命不是为自己活的 而是为了这个别人 为了整体 但是这种把别人放在第一位 看来其实是很美好的 但实际上它也是一种长期主义 就是它内在的有一种交换性 比如说我年轻 年轻的时候 我就处处把别人放在第一位 但是因为以前是不是个流动社会 我在一个村庄里面 在这个家族里面 我要活一辈子 我现在是为他人 将来我遇到什么问题 别人也会帮助我 这里面呢 其实是一种潜在的 在长期主义基础上的 这样一个交换 所以在这个结构里面呢 就是成全别人 最后达成互相成全 所以这个人际关系里面 我们在生活的这么一个过程里面 就是坚持的自我啊 不重要 它不是核心价值 而它的这个核心价值呢 是外面 所以如何协调人和人的关系 这就是大卫讲究了 就是如何让周边环境的人 都觉得你很好 那么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里面呢 就完成很多责任 还有很多义务 所以就很难说是 像12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 一个准备阶段 那么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呢 就是说人把个人家族 就是一个具体的个人价值 而不是个抽象的整体的人的价值 就是把这个个人价值 把它从神权里面解放出来 然后个人价值占据整个社会的核心部分 年代出来的一个呢 就是我们每个人要有自我坚持 要能坚持自己的选择 自己的利益 或者说放大了说 就是自己的观念 自己的立场等等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种桃花性人格呢 就不行了 所以本质上说 这种桃花性人格呢 它不是一种现代人格 就是在那个古典时期 传统社会 它还有它的一个 整个的 整体生存 整个社会的逻辑 但是在今天这个桥年下 就显得 在这个大的社会发展的 这么一个深层逻辑上 就不太适应 但是呢 我们既然不是一个村庄的生活 我们今天进入流动社会 城市化 中场化 都在大部分的进行 进行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 这个怎么去协调 人和人的不同 怎么去展开这个社会呢 现代的人际关系 怎么去 把世界本来的这种 内在的 能够体现在 我们的生命过程里面 我们能够正面面对它 在这种差异性里面 在各自的坚持 坚持之后 有所冲突 然后在冲突里面 学习 然后冲突里面 去认识社会 认识我们的人的 这样一种 更深层的 一个特性 那这是我们说 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你比如说 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就在一个山上 或者小镇 读了书成绩不错 然后就到县里 最好的中学 甚至到了一个 低级市的 等等 然后最后呢 又去考上不错的大学 然后呢 大学里面学习 遇上五湖四海 各种各样的人 然后最后说不定 毕业的时候 还去留学 就这个过程里面 人其实的形成 就是人实际上 不是一个天生的自我 这个过程里面 它就有自己的形成 它就形成自己 跟别人很大的不同 这种不同 就是你的价值 它要融在一起 形成你精神内部的 一种特别的融化 融入 你的心里面 是经历过很多战场的 自我冲突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形成了自己 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这东西很宝贵 所以说你跟别人 讨好性人格 这些东西都不显示 如果对方也是讨好性 那么大家都看不见 也就是说我们社会发展 就失去了 在我们在每个人的个性中 可以提供的动力 所以这是整个社会的损失 也是我们时代的损失 是在我们今天 这样一个转型社会 我们需要着急恐怖 我们需要锐度 而不是好像问不清 所以我们有些生活 是需要你 有血有肉的生活 有你特别特别 新鸣的这样一种自我表达 才能形成 你比如说美国摄影家戴比斯 他五十年代在纽约 布鲁克林那一带 他追踪了一些青年生活 少年生活 所以你看他拍的有一组照片 我是很喜欢的 就叫做布鲁克林长虎 很多照片 什么照片呢 就是一些少年 他们夜里不睡 跑到那个布鲁克林大桥那边 在纽约敦河边 哇在那边燃起古火 广弯啊 唱歌啊 弹奏啊 舞蹈啊 通宵 然后早上呢 哇 回去睡觉 回去睡觉 所以你看看起来是一些问题少年 这摄影师 就是戴肺斯后来过了十二年 他很想知道 这一对后来有没有走到一起 生活的怎么样 或者千房万着 最后找到他们 哎人家已经结婚了 而且非常好 很多人在生活里面就是要讨好这么一个外部啊 不敢去狂欢 不敢去舞蹈 不敢去燃自己生命里面那个篝火 活得千篇一链 大千篇一链 所以有一种讨好不是讨好某个人 是讨好整个的外部的这个环节 所以活得里面一辈子就没体会过那个真确性 就没有体会到生命里面应该传达出来的一些热量 所以这里面就体现出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过于讨好之后 我们是真的是很年轻 甚至在少年的时候 就按照自己不喜欢的这个样子的 所以能不能对自己好一点 不要那么讨好 讨好些人格从这个角度看 对自己是很残酷的 尤其是少年青年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 在这种讨好里面就 微迷了 微缩了 养成了一个胆怯的习惯 所以后来为什么很多人 过得后面越过越没近 越过越没有个性 就是在一路讨好过来 所以就是讨好一时 耽误自己一辈子 所以你在 你想讨好别人 其实在实现别人的东西 你就要想想 我这辈子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一个好的人生 绝对不是在讨好中实行 而是在坚持中 在探索中 在对问题的打开 问题是什么 问题就是冲突 然后在这种打开之中 逐渐地形成了 独立前行的能力 而且内心深处 有勇气 这个才是一个 根本的立足之本 所以我们今天 要从个人的个性 一直到面对社会 我们都要充分地认识到 讨好性人格 他的一种负面 当然我们也看到 他里面的善良 就对一部分 讨好性人格来说 但是这个善 也是由小善和大善的去 所以讨好性人格 有时候可能说是一种小善的人 但有时候是当无大善的 所以有时候这种 淘化性人格是巨大的自我克制 看起来还蛮有定力 意志力 但实际上是一种 归根到底 是一种弱者的通信 就是生活在生命的根据 不在自己的内心里面 而是外部的肯定 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形 在我们这么一个转型社会的时候 我们尤其需要有一个 对淘化性人格的清醒的意识 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么一个 关键的一个历史阶段 要跨入到美论的生命 都要刷新的这么一个阶段 我们特别需要防止 淘化性人格对自己的限制 甚至是瓦解 所以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这样一个关于淘化性人格的 我这样的一些想法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梁永安 我特别期待和大家一起同桌共鸡 做新世代的旅行者 谢谢大家